一个小伙子贪恋女色 虽然家里有漂亮的媳妇 但还是整日想着在外面沾花惹草 没想到因此还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幸亏献老爷机智救了他一命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致命的桃花运 故事开始的时候 孙旺财正在讨论 他在家里美滋滋地喝着小酒呢 他媳妇月如正从厨房里端上了几个小菜 看着自己漂亮的媳妇 孙旺财心里无比的舒坦 感觉自己现在是家庭事业双丰收 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了 为何孙旺财心里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他们村里的同辈人当中 没有谁的媳妇有自己老婆月如长得漂亮 说起来自己媳妇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呢 虽然是家到没落了 但也有着乡下女人没有的气质 而且村里同辈的小伙伴当中 没有谁能比自己有钱的 原来孙旺财在城里有间铺子 是做不辟生意的 这铺子是他老爹给他传下来的 前段时间城里的王源外给他母亲过手 从他店里订了不少的布料 可孙旺财铺子的存货不多 他是从好几个同行那里调货 忙活了五六天才给王源外凑齐了货物 虽然是这样孙旺财也赚了不少的银子 做了王源外这单生意之后 孙旺财就把铺子交给了伙计达理 自己回家好好地休息两天 这有的看官就有疑问了 孙旺财在城里既然有铺子 为何不在城里居住 还要在乡下的家里住呢 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 一是城里的铺子虽然带着后院 但院子比较小 住起来不舒服 而且还有伙计住在那里 自己媳妇住在那里也不是很方便 这第二个原因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孙旺财这个人呢有些好色 虽然是娶了月如这么漂亮的媳妇 但是他还不满足 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叫做 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 孙旺财就是这种人 他邻居住的是一个名叫春花的寡妇 这个春花虽然没有自己媳妇 月如容貌好看 但是身材是极为的火辣 而且还非常会穿衣打扮 孙旺财每次见到春花 心里都会一种莫名的冲动 因为和春花是左右的邻居 孙旺财就能经常见到春花 这要是搬到城里住的话 肯定就见不到了呀 所以孙旺财才坚持住在乡下的 等月如把菜上齐之后 孙旺财就让月如陪自己一块喝酒 然后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 孙旺财就去铺子里去了 刚听完伙计汇报完这天的收入 就有一个穿着华丽的园外 到了铺子里 孙旺财一看这可是大客户啊 赶忙上前招呼起来 又让伙计抓紧端上好茶伺候着 经过一番交谈得知 这人是王园外的棚里园外 上次在王园外办的寿宴上 觉得他布料选得很好 正好下个月也是自己母亲的寿臣 就找王园外要了孙旺财的地址 也想要些布料 孙旺财听后心中大喜啊 刚接了一个大订单 这立马又来了一个 自己还真是走运啊 两人谈好价格 李园外交了定金就走了 孙旺财心说 好在李园外是下个月用布料 要是现在用自己也没地方给他找了 不过这里下个月还有十多天的时间 自己得抓紧时间去进货了 孙旺财收拾了一番 把铺子的活给伙计交代了一番 然后就回家了 到家之后 就把这个事给宇月如说了 说自己要出去七八天的功夫 去临线进货 正好春花来他家里借东西 这是还让春花给听到了 孙旺财看到春花之后 心里就不觉得一阵火热 心想等这次把李园外的银子 挣到手之后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 把春花这个勾人的小寡妇给拿下 在家里收拾一番之后 孙旺财就上路了 这以前也没有快递物流什么的 要什么货都得自己去进 好在他进货的地方也不是很远 而且这一路上都是官道 走得极为顺利 中间进货的过程 咱们就不细说了 三天之后 孙旺财带着丛林献故的马车 装着自己的货就回来了 等他快到献成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了 孙旺财就带着两个跟他送货的伙计 住进了一家新开的越来客栈 想到这批货能挣上不少的银子 孙旺财心情大好 开了两个房间之后 就请两个伙计喝酒 这两个伙计一看雇主这么大方 在酒桌上也是极力地奉承孙旺财 孙旺财听得心里高兴 这酒不知不觉喝的就有些多了 感觉自己脑袋昏昏沉沉的 两个伙计健壮 是赶忙把孙旺财给扶到了房间里休息去了 客栈掌柜见三人已经散场 就让小二去收拾桌子 而且还嘱咐孙旺财三人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晚上不要出门 孙旺财也没有在一掌柜的话 让孙旺财没想到的是 这客栈卖的酒是惨了水的酒 虽然开始的时候镜头很大 但过上一段时间这酒镜就没了 睡到后半夜的时候 孙旺财就让一股尿意给憋醒了 正当他想起身去方便的时候 就听到自己房间门口有动静 孙旺财就假装没有听到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没一会的功夫 自己的房门就被打开了 然后就闪进了一个人影 孙旺财本以为是小偷来偷东西的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进来的并不是什么小偷 而是孙旺财一直想得到的寡妇春花 孙旺财以为自己醉酒还没有醒呢 就偷偷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一阵疼痛感传来 这才让孙旺财知道这并不是梦 可春花怎么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了呢 而且还跑到自己房间里来了 孙旺财心想 难道春花也对我有意思 上次我说出差的事 正好让前来借东西的他听到了 难道春花是特意来找自己的 想到这里孙旺财心里是美极了 肯定是春花觉得自己长得帅又有钱 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自己的桃花运不就来了吗 今晚上一定要把这小美人给拿下 不能白白浪费了这次机会 正当孙旺财想下床的时候 就见春花开门之后又出去了 孙旺财顿时挺失望的 不过他的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 想知道春花来这里究竟想做什么 难道是来私会别的男子的 想到这里 孙旺财也开门朝着春花走的地方追了过去 春花在前面跑 孙旺财在后面追 七拐八拐的不知不觉间 两人已经离开了客栈 等孙旺财察觉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跟着春花来到了一个祠堂这里 孙旺财还纳闷呢 荒郊野外的怎么会有一个祠堂在这里呢 就在孙旺财愣神的功夫 春花进到祠堂里就不见了踪影 而且这时候还有一阵冷风吹来 让他打了一个寒颤 孙旺财这时又想起了客栈掌柜的嘱托 顿时感到一阵后怕 难道这里还闹鬼不成 自己见到的难道不是春花 想到这里 孙旺财的酒意是全醒了 吓得是把腿就朝着客栈跑去 这路上还跌倒了好几个跟头 可他毫不在意爬起来接着跑 一直跑到客栈 进了自己房间这才放下心来 这一夜孙旺财是吓得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了 把两个赶车的伙计叫上 赶快上路了 等到了铺子里 让伙计招呼着把货卸下来 给两个赶车的结了钱 就让他们走了 等把铺子里的事安排好之后 孙旺财就急着回家了 已经好几天没见到自己媳妇了 几天不见甚是想念 月如见自己丈夫回来了 也很高兴 给孙旺财做了不少好吃的 然后两人说了不少思念的话就休息了 中间过程就不做过多描述 第二天一早 孙旺财昨晚劳累一晚上 还没有起床呢 就听到门外框框的敲门声 心里还以为是春花来自己家借东西呢 就赶忙穿戴整理一番 正好月如也从厨房出来把院门给打开了 可让孙旺财没有想到的是 来人并不是春花 而是一群捕快 月如也被吓了一跳 忙问他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一个领头的捕快就问道 这是不是孙旺财的家 月如赶忙回道 这是孙旺财的家 孙旺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从屋里出来询问怎么回事 自己没做什么违反乱纪的事情 这一大帮捕快怎么到自己家了 那领头的捕头 得到月如的肯定答复之后就说道 是孙旺财家就没错 来人带走 后面就冲过来几个捕快 把孙旺财带上铁链就给烤走了 孙旺财大喊自己冤枉 月如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赶忙跟着到衙门查看是什么情况 等孙旺财到了衙门之后 看到大堂上还跪着另外一个人 这人看着还挺眼熟 仔细一瞧 这不是春花的表哥吗 春花自从丈夫死后 他表哥就经常来春花家里帮忙 他怎么会在这里呢 就在孙旺财疑惑的时候 现老爷周大人一拍荆堂木就喝道 孙旺财 春花的表哥柳如风撰告你贪恋春花美色 强迫不成就把残忍将春花杀害一事 你可认罪 原来今天一早柳如风就到衙门报案 说自己今天来给自己表妹送些东西 没想到敲门之后无人应答 恐怕表妹出了什么事 就闯到院里查看 等到客房一看 自己表妹衣衫不整 腹部中刀 早已弃绝身亡了 就赶忙跑到衙门报案 至于为何要将孙旺财给抓来 因为前去查看案发现场的师爷 找到了一条带写的手巾 这手巾上还绣了一个材字 拿到衙门经过柳如风的辨认 说这手巾就是自己表妹邻居孙旺财的 而且这个孙旺财每次看自己表妹都是色眯眯的 肯定是孙旺财财色不成 杀害了自己表妹 所以县老爷才派部快把孙旺财给带到了衙门 孙旺财听后大喊自己冤枉 说自己进货回来之后就一直在自己家里 并没有去过春花家里 自己媳妇可以为自己作证 月如听到之后也从人群中来到大堂上 向县老爷证实自己相公说的都是真的 柳如风听后却说道 大人切莫相信月如说的 他肯定是向着孙旺财说的 周大人听后就说道 你是孙旺财的媳妇 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能采纳 现在孙旺财的手金落到案发现场 说明他跟本案少不了关系 先把孙旺财押入大牢 等本官查明真相之后再做定夺退堂 就这样孙旺财被周大人关入大牢了 月如回到家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月如心里也清楚 自己丈夫对春花可能有些男人正常的想法 但毕竟是左右邻居 再加上月如本就知书达理 所以平日里对春花并没有出言不逊 可自己的丈夫昨天一整晚确实和自己在一起 怎么可能杀害春花呢 但如果不是自己丈夫杀害的 那她的手金为何会遗落在案发现场呢 难道自己丈夫和春花已经有了私情 只是自己并不知道 带着这个一问春花就去了城里的铺子 她向铺子里伙计打听一下 看看自己丈夫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可经过一番打听 也没有发现自己丈夫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月如没有办法 就只能先回家了 等到了傍晚时分 就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等月如打开门后 就发现乔庄过后的师爷和县老爷站在外面 月如是赶忙把两人给让进屋里 端上好茶伺候 周大人就说道 月如 我们这次来为了你丈夫的案子来的 月如听后就激动地说道 大人 民语在大堂上说的都是实情啊 我丈夫进货回来之后 就回家一直和我在一起 而且夜间我起床的时候 还特意给他盖了盖被子 他都没有离开我 怎么会杀害了春花呢 周大人听后就说道 即便你说的都是实情 也不能采纳为证词 现在对孙旺才最极为不利的就是 案发现场 发现了他的手巾 不过今晚我们两个乔装过来 并不是为了这个事 而是今天在大堂上 我见你看到春花的表哥柳如风的表情十分古怪 难道你们之前就认识 还是有其他的隐情 在公堂上我并没有刻意地询问 现在你要如实地回答 这可关系到你丈夫的性命 月如听后脸色一变 没想到周大人眼力如此之好 自己细微的表情变化 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月如叹了一口气说道 哎 既然大人都已经发现了 小女子就不再有所隐瞒了 我的确和柳如风之前就认识 而且我们两个还有婚约在身 原来月如本来是城里的大户人家 赵元外家的小姐 从小就和柳元外家的柳如风定了娃娃亲 不过后来让赵元外没想到的是 柳如风这小子从小就不学无术 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整日带着一帮狐朋狗友到处惹是生非 把他老爹柳元外起的病 道了好几次 后来这小子还染上了赌博 万贯家产让他给败光了 柳元外看到自己儿子如此争气 就和赵元外解除了婚约 不能让自己儿子再霍霍人家姑娘了 谁知道这是让柳如风知道了 这小子非要跑到月如家里 把月如给取走 赵元外早就看柳如风 这小子不顺眼了 这次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就让下人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还说自己已经和他老爹解除了婚约 不会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了柳如风的 柳如风被打了一顿之后 对赵元外是怀恨在心 在一个夜里纠集了一帮混混 对赵府放了一把火 让赵元外损失惨重 虽然明知道是柳如风所为 但没有什么证据 官府也拿他没有办法 为了让柳如风不再纠缠自己闺女 赵元外就把月如嫁给了当时和他有生意往来的孙旺才了 月如本以为自己嫁人之后 就能摆脱柳如风的骚扰 没想到柳如风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春花的表哥 经常趁孙旺才不在的时候来自己家里 每次柳如风来的时候 自己就迫不得已要出去躲避一下这个人的骚扰 听月如说完周大人沉思了一会说道 没想到你和这个柳如风还有这个关系 行了事情我都知道了 现在想救你丈夫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然后周大人就对月如吩咐了一番之后就走了 到了第二天 月如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铺子里了 孙旺才现在被关入大牢了 但铺子的生意总得有人照料 在铺子忙活了一天的功夫 到傍晚的时候 月如就回家了 过了两天之后 周大人就贴出告示 说孙旺才贪图美色 害死了春花 依法判处死刑 月如在街上看到告示之后 心里非常难受 他不相信自己丈夫会做出那样的事 铺子也没有心情去了 直接就回家了 等到家之后月如是掩面痛哭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影从春花家里翻墙 跳入了月如院子里 月如听到动静出来查看 来人正是柳如风 月如就问道 你怎么来了 柳如风就笑着说道 月如 城里的告示你都看到了吧 孙旺才已经被判了死刑 这砍头是早晚的事 等孙旺才一走你就成了寡妇 以后你一个弱女子该怎么过呢 看在咱们以前还有婚约的份上 你就跟着我吧 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月如听后就怒道 柳如风 你休想 我死也不会跟你的 柳如风吟笑着说道 这就由不得你了 等我生米做成熟饭 看你还怎么反抗 说着柳如风就向着月如扑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候月如家的院门打开 从外面冲出了一帮捕快 柳如风见状是非常害怕 把腿就跑 可还是没能跑了 被带到衙门了 经过周大人的一番严刑拷打 柳如风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自从老爹给自己退婚之后 柳如风就不乐意了 他早就听说赵月如是有名的美女了 把自己到手的媳妇给弄没了 他能乐意吗 所以就到赵园外的府上去闹 没想到让赵园外找人给教训了一番 柳如风怀恨在心 就在一天夜里纠集了几个混混在赵府放了一把火 在得知赵园外 把月如嫁给孙旺才之后 柳如风是气坏了 后来经过打探 找到了孙旺才的家里 虽然自己趁孙旺才不在家的时候 去找过月如几次 可都让月如给撵出来了 柳如风怕引起村里的人怀疑 就打起了春花的主意 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碰到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简直就是干菜遇到烈火 两人就勾搭在一块了 为了不让人怀疑 春花就对外说柳如风是他表哥 月如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 也没有理会两人 柳如风接近春花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月如 他见孙旺才整日色咪咪的看着春花 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就是想要春花勾引孙旺才 然后他自己再来个捉奸现场 再逼迫孙旺才把月如让给自己 春花见柳如风接近自己 竟然是为了别的女人 心里就不乐意配合他 这可把柳如风给惹恼了 把春花狠狠地打了一顿 还威胁春花如果不配合自己 就把他和自己的丑事张扬出去 反正自己一个混混无所谓 让春花在村里无法立足 春花迫于柳如风的威胁 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正好还听到了孙旺才要出差的消息 柳如风感觉这是一个好机会 就让春花到客栈里去勾引孙旺才 可等春花进了孙旺才的房间之后 感觉自己这么做对不起 平日里对自己照顾有加的月如 然后就走了 孙旺才不明白情况 以为自己的桃花运来了呢 就跟着春花追了出去 没想到半路以为自己遇鬼了 吓得连滚带爬地跑回客栈 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巾给遗落了 柳如风捡起孙旺才的手巾 就去询问的春花为何不按计划行事 春花就把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 没想到心肠狠辣的柳如风 竟然想到了一个陷害孙旺才的办法 残忍地将春花杀害之后 把孙旺才的手巾沾上血迹 扔到了案发现场 然后自己一早再去报官 陷害孙旺才杀了春花 等见到周大人贴出的告示 自认为孙旺才必死无疑了 迫不及待的柳如风就从春花家里 跳入月如家里想对他行不轨之事 没想到让周大人抓个现行 孙旺才从大牢里出来后 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后来就出钱让伙计租房子住了 自己带着媳妇去店里住了 话说在河南的马家庄里 有个名叫马三的无赖 这个马三呢 仗着自己的老爹生前给他留下的钱财 在庄子里整天是无所事事 有手好闲 而且时不时的还好调戏别人家的媳妇 马三这个人是有媳妇的 他媳妇名叫翠娘 也是庄子里出了名的大美女了 按说像马三这样的 无赖是娶不到媳妇的 他能娶到翠娘 这么漂亮贤惠的媳妇最大的功劳 就是他老爹马老汉了 马老汉可是马家庄有名的大善人啊 马老汉在庄子里有个杂货铺的生意 这小日子过得还算是不错的 碰到百姓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都会尽力的出手相助 马三的媳妇 也是马老汉好心救了一个到此地逃难的妇女 才有的好姻缘 当时天下大汉 所有的人都不好过 马三当时才只有八岁 他母亲也是在大汉之年因病去世了 马老汉当时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这天刚出门就看到一个中年的汉子 带着一个小女孩到了自家门口 这小女孩饿的是面黄鸡兽 这汉子也不好过 看到马老汉就一个劲的磕头 请他给点吃的 马老汉赶忙把这两人给请到屋里 弄了些吃的给他们 马老汉家也不好过 这汉子也知道 自己留在这里只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负担 所以这汉子就把自己的闺女托付给马老汉了 自己一个人走了 当时大家伙都劝马老汉不要留下这个小女孩 自己家里都吃不饱饭了 怎么还有多余的粮食给别人呢 可是马老汉既然答应了那汉子照顾他女儿就不会食言的 虽然这日子辛苦 可也是把这小女孩照顾得很好 自己的儿子有的 小女孩也有 就把她当自己的亲生闺女来看待 这小女孩就是马三的媳妇脆娘了 后来 大汉之年过去了 这大家的日子也过好了 脆娘也出落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了 这就有好多人想来自己家里给脆娘提亲 马老汉怎么会把这么懂事乖巧的脆娘许配给别人呢 当然是留着做自己的儿媳妇了 庄里的人都是非常羡慕马三的狗屎运 不过长大后的马三却是什么正事也不干 整日里跟着一群狐朋狗友吃喝玩乐 经常办一些欺负寡妇 调戏人家小媳妇的事 气得马老汉是打了她好多次 可马三依然没有什么改变 依然是我行我素 大家伙也是碍于马老汉的面子 对马三才不加理会的 没想到这更加助长了马三的嚣张气焰 马老汉过世之后 无人看管的马三就更加的无法无天了 翠娘说的她根本就不听 好多人都劝翠娘 不要再跟这个马三过下去了 可是翠娘也是善良的姑娘 公公临走的时候 让自己好好地照顾马三 自己也不能食言呢 这老话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自己相公是个无赖 翠娘也就认命了 不过老话说得好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马三就摊上市了 今天一早 马三就像往常一样 去邻村找李四 这李四也是一个地皮 两人在一块是没少干了坏事 刚想出家门的时候 突然看到自家院里 怎么多出一只老母鸡呢 马三仔细一看 这老母鸡不就是邻居吴大妈家的吗 自己拿个老母鸡 让李四拿着好酒 中午大喝一顿 岂不美哉 想到这里 马三就去逮这只老母鸡 这老母鸡是从邻居吴大妈家墙头上 飞过来找食物吃的 看到马三要逮自己 当然也不会束手就勤的 在院子里 惊叫着乱窜起来 马三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才把这老母鸡给带住 拿着老母鸡刚走出家门 就碰到了来找鸡的吴大妈 吴大妈一看自己的母鸡 落到了马三的手里 心想坏了 就让马三还自己的母鸡 可是这道嘴的肥肉 怎么会让它飞了呢 马三就耍起了无赖了说道 吴大妈 这只鸡是在我们家里带到的 怎么说是你的呢 你可不能乱说话呀 吴大妈一看马三 要耍无赖 立马就大声地说道 让大伙来平平里呀 这老母鸡就是我家的呀 它是不小心飞到你家院子里去的 我就靠着这老母鸡 下个鸡蛋生火了 你赶快把这老母鸡 还给我呀 吴大妈这一喊叫 立马就引来了许多围观的百姓 翠娘听到了动静 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看到眼前的情景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让马三赶快把老母鸡 还给吴大妈 吴大妈一个寡妇生活也不容易 大家伙也在那里议论纷纷 都在说马老汉这么好的人 怎么生的儿子如此混账呢 马三一看大家对自己是说三道四的 这火气立马就上来了 大声地说道 你们都瞎嚷嚷什么 这母鸡在我家院子里就是我的 而且她还吃了我家鸡的食物 凭什么给她 马三这么一说 吴大妈立马就大哭起来 这让围观的百姓就感觉这马三太不像话了 连个老寡妇都欺负 干脆咱们报官把这个地痞关起来 让他常常教训 不知道是谁这么一提议 立马就有看不惯马三的人跑去衙门报了官了 没一会的功夫就来了几个不快把马三给带到了大堂上了 这凑热闹的百姓也是跟了上去 翠娘一看马三被带走了也是赶忙跟了上去 到了衙门里耍流氓的马三立马就耸了 不仅是把老母还给了吴大妈还给吴大妈赔礼道歉认错 围观的马家庄的百姓一看这马三在衙门里就跟着老鼠一样 这有的就壮着胆子说了 大人这马三前几天还偷过我家的鸡呢 见到一个人告状 其他的人也立马符合起来 立马状告马三的恶行 王大人一听 这马三不就是个无赖吗 立马让不快把他给关入了大牢了 围观的百姓看到马三被关入大牢也是非常的高兴 翠娘一看马三被关入大牢了 立马就求王大人再给马三依次机会 可是王大人那里会理会他一个妇到人家 就把翠娘给赶了出去 就在翠娘急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捕快从衙门里走了出来 看到翠娘之后就说道 嫂子 我是小六子啊 翠娘一看 这不是小时候的玩伴马六吗 没想到现在混到衙门做了捕头了 看到马六翠娘就说道 小六子 你可要救救你三哥呀 我听人说 这犯人在牢房里会受到其他犯人欺负的 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把你三哥给救出来 马六一听就说道 嫂子三哥这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 想把他弄出来也不是不行 就是得上下打点一番 估计得二十两银子 翠娘一听要二十两银子 这心一下就凉了 马老汉走的时候 给马三留下了不少的财产 可是都让不正干的马三经过这么多年的挥霍败完了 家里顶多还能拿出五两银子 马六子又说道 嫂子 这牢房里啥犯人都有 你尽快凑够银子吧 我也是看在马老伯的面子上 给你说的 要不然他估计要在大牢里关上个一年半载的 你说说马老伯这么好的人 这儿子怎么如此的混账啊 哎 说完马六就摇着头走了 翠娘是赶忙回到家里 找出了五两银子 可是离二十两还差十五两呢 这怎么办呢 只有去找乡亲们借点了 看看乡亲们能不能看在公公的面子上 借钱给自己啊 可是翠娘一连借了好几个关系比较好的人家 一听说是凑钱把马三给救出来 立马都不愿意了 还劝翠娘不如趁此机会跟马三和离了吧 趁着年轻再找上一个好人家 庄子里借了一大圈子 也就借了一两银子 都是劝翠娘改嫁的 翠娘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夫君 已经让百姓厌倦到了如此的地步 像当年自己的公公是挺受人爱戴的 自己也是在公公的好心收留下 才得以活命的 现在公公走了 相公也被关到大牢了 自己在这个世上也是无依无靠的 翠娘顿时对生活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了 突然翠娘就想到了李四了 马三平日里和李四的关系最好 不如找他借些钱财 过后再还给他 然后翠娘就赶到了李家庄 找到了李四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李四一听笑着说道 嫂子 马三已经进去了 你不如以后就跟着我算了 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翠娘一看着李四见到自己兄弟有难不说出手相助 还打起了自己的主意 气得打了他一巴掌就跑了 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村里的清水河边 走到桥上 看着下面激流的河水 翠娘一时想不开 竟想跳河寻短剑 就在这个时候 翠娘让一个人给叫住了 翠娘转头一看 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看穿衣打扮 就是个富家的公子 这年轻人就说了自己名叫张有钱 是承熙张家庄的 姑娘为何想跳河寻短剑呢 翠娘心想 反正自己也是要死的人了 不如把这是给眼前之人说下 如果马三能够出来 通过打听 也能知道自己怎么走的 然后就把自己的遭遇给张有钱说了 张有钱听了之后就笑着说道 哈哈 姑娘为了二十两银子 就去寻短剑太不值得了 何况还是像你这样的大美女呢 说着就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二十两银子 递到了翠娘的手里 还趁机在翠娘的手上摸了一下 然后又说道 这区区的二十两银子 我就送给姑娘了 赶快拿着钱去救你的相公吧 翠娘看张有钱的行为 就知道这是一个花花公子 可是自己现在真的需要二十两去救自己的丈夫 然后就说道 真是多谢张公子了 不知道公子所住何处 等我相公出来之后 定会凑齐银子还给公子的 张有钱一脸得意地说道 自己就住在离马家庄不远的高升客栈 然后就走了 翠娘见张有钱走了之后 是赶忙去了衙门 找马六子就自己的相公了 再说这个张有钱果然是和翠娘想的一样 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十足的画画公子 仗着自己的家里有钱 整日里在外面沾花惹草 而且还特别善于勾引像翠娘这样的良家妇女 为此张有钱的老爹经常教训她 让她好好的做人 要多做好事 不然会遭到报应的 张有钱才不信呢 跟自己老爹是大吵一架 就跑出来了 没想到在这偏僻的小庄子里 还见到了如此的美娘子 张有钱就动了心思了 刚才就是故意说自己住在高升客栈的 就是好让翠娘来感谢自己的 要不然 她怎么会住向高升客栈那样破烂的地方呢 等张有钱来到高升客栈的时候 看到这客栈非常的破旧 真的是不想住下去 不过这方圆石里打听了一下 也只有这么一个客栈了 没办法就给掌柜的要了一间房住了下来 就等着翠娘什么时候来感谢自己了 自己再想办法把这小娘子给弄到手 然后就交了五两银子 在这里先住上半个月再说 不过这客栈就只有一个房间了 而且还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 掌柜的还担心张有钱乡不中这个房间呢 没想到张有钱没有意见 还挺高兴的 这么偏僻的房间也正合张有钱的意 这样自己干坏事被人发现的几率就小很多呀 等张有钱住下之后 客栈的伙计就说道 掌柜的 刚才那个房间好像是房梁 不太结实了 这不会出什么事吧 掌柜的一听就说道 你瞎操什么心呢 那屋子那么长时间了都没有出事 这几天会能出什么事啊 如果告诉他这房子有问题 这到手的钱不就飞了吗 把伙计劈了一顿掌柜的就走了 再说 翠娘找到了马六把二十两银子交给了他 让他费心把马三给弄出来 马六拿了银子就让翠娘回家等信了 一连等了两天 直到第三天的傍晚 马三才从大牢里给放了出来 回到家后 马三就问翠娘 这二十两银子是怎么来的 原来马六告诉了 马三是翠娘 拿了二十两银子 才把他给弄出来的 翠娘见到马三回来 也十分的高兴 然后就把自己借银子的过程给说了一遍 马三在听到李四竟然如此无耻的时候 就想找他去算账 让翠娘一把拉住了说道 算了吧 这种人 你以后再也不要跟他来往了就是 马三一听也觉得有道理 自己刚出来 如果再进去的话 想要再出来就难了 就忍住了心中的怒火 不过转念又一想 一个陌生的男子怎么肯借自己媳妇二十两银子 莫不是翠娘背叛了我 不过他现在没有真凭实据不好发作 就说道 翠娘 既然那个张公子肯借咱们银子 咱一定要好好地谢谢人家才是 既然知道他住在高升客栈 不如咱们现在就去给人家先行道谢吧 翠娘一听就说道 这天色都已经晚了 不如明天一早再去吧 马三心说 正好这天色已晚 如果你和那个张有钱 有什么事情 到时候肯定会露出马脚的 到时候老子再收拾你们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先给人家道个谢也是应该的 逐一打定之后就说道 还是现在就去吧 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 翠娘拗不过马三就跟着他去了 等两人来到高升客栈 问明了张有钱的住处之后 就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房间外 马三一看就懂了 这个地方是个办坏事的好地方啊 然后就让翠娘叫门 翠娘就在门外喊道 张公子你睡下了吗 我是前几日你借钱给我的翠娘 屋里的张有钱一听就急了 这有的看官就疑惑了 张有钱不是等着翠莲来给自己的道谢 然后再想办法再把她给拿下的吗 而且还是深更半夜的 这不是真好吗 干嘛还急了呢 嘿前面咱们也说了 这个张有钱是个花花公子 翠娘这一直没有来 张有钱就忍不住了 今天就去青楼包了一个姑娘来自己这里过夜 翠娘喊的时候 张有钱正和这姑娘运动着呢 翠娘这一喊她能不急吗 就赶忙说道 这个我已经睡下了 大半夜的男女受受不侵 你明天再来吧 马三一听 这个张有钱和自己媳妇果然没有什么事 这心里也放下了一块石头 正想走呢 谁知道翠娘又喊道 张公子您还是开一下门吧 不当面给您道谢的话 我心里不安呢 其实翠娘也是按照马三的意思说的 张有钱一听 细想这小娘子如此的迫不及待 看来今天晚上老子要发达了 然后就给这青楼的女子如此的说和了一番 那女子也是笑着说道 你好坏啊 随即两人就穿好了衣服 打开了房门 张有钱出门一看 就傻眼了 这门口不光站着翠娘 还站着一个男子 看来自己今天晚上的计划要落空了 不过人家既然来 也不能让人在外面站着不适 刚想把两人给请到房间里的时候 就突然听到屋内传来一声巨响 然后从尘土中好出了两只耗子 原来这房梁本来就腐坏了 让两只老鼠这么一咬就再也撑不住了 就轰然倒塌了 掌柜的听到动静也赶忙跑了过来 张有钱现在直接是傻了眼了 因为那房凉落的地方就是自己刚才运动的床 床已经砸得稀巴烂了 屋顶上露出了一个大窟窿 如果翠娘不叫自己的话 现在自己和这青楼女子已经光着身子 被砸死在床上了 如果让自己的老爹知道了自己的情况 肯定会被活活的气死的 客栈掌柜的一看出事了 这肠子都毁清了 估计里面的那位是凶多吉少了 自己估计得摊上人命官司 就在掌柜的不知所措的时候 张有钱走过来说道 掌柜的 你这房子质量也太次了吧 如果不是小爷的运气好 已经被砸死在床上了 这是怎么得到官府说说清楚 掌柜的一看张有钱竟然没有事 还活蹦乱跳的和自己说话呢 立马就说道 客官实在是不好意思 您住店的钱 小店立马退还给您 然后再给您五十两作为赔偿 还请公子高抬贵手 不要把小店告到衙门呢 张有钱接过掌柜的给的五十两银子之后 就说道 算了吧 这次就饶了你 你明天应该把你这里的微房 好好的排查排查 如果真出了人命 你也脱不了干系 掌柜的连忙说道 一定 一定 然后是惶恐的就走了 张有钱把这五十两银子送到了翠娘的手里说道 今天晚上 真是太感谢你们夫妻两个了 要不然的话 我估计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这五十两银子就作为我的酬谢金 你们一定要收下 马三一看都冷了 本来是自己来感谢张有钱的 现在竟然他还感谢起自己来了 还给了自己五十两银子 这让马三触动很大 又想起之前自己老爹以前做的事 以前只要自己家里有了什么困难了 乡亲们都是鼎力相助 现在自己竟然被乡亲们告到了衙门 想想这些年交的朋友做的事 马三的心里是悔恨万分呢 其实张有钱的心里也是触动很大 如果不是自己做了好事 救了马三 自己可能就死了 这应给就是自己老爹说的善友善报吧 看来做人做事 不能昧着良心 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从这之后 马三一改往日的坏毛病 在庄子里做了一个好人 遇到有困难的百姓都会出手相助的 还用张有钱给的钱赎回了自己老爹之前的杂货铺 这生意做的还是不错的 张有钱也改掉了自己好色的毛病 回家好好的和自己的媳妇过日子去了 而且遇到有困难的人家都会出手相助的 这家里的生意比自己老爹做的还要好 这客栈的老板经过此事 也把客栈的微房统统的改造了一遍 这个结局还是比较美好的 俗话说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你付出的好事 一定会得到好报的 好了这个故事就说完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明天就是除夕了 祝大家虎年 身体健康 虎虎生威 万事如意 老话说人为才死 鸟未失望 有这么一个漂亮媳妇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抢闺蜜的丈夫 陷害自己的小叔子 眼看目的快要达到的时候 却让一个小偷坏了自己的好事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大嫂的秘密 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的时候 在房山县有户人家 户主名名叫周大福 周大福是城里有名的富户 名下有不少的房产和田产 城里各个行业的铺子都有涉猎 用咱们现在的词来形容 就是妥妥的土豪一个 周大福不光是事业兴旺 家里的人丁也兴旺 媳妇和小妾一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老话说 儿子随娘一点都不错 周大福的媳妇吴氏 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只书打理温文尔雅 生的儿子周平安 也是性格温和 聪明好学 这小妾孙氏 是周大福花钱熟的一个风月女子 孙氏样貌漂亮 一下就把周大福给迷住了 花钱赎回来成了自己的小妾了 也给周大福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周喜乐 这小子虽然聪明 但从小就不老实 长大之后 仗着自己家里钱财 在外面没少沾花惹草 还得了一个花花公子的名号 周大福对这个老二也十分头疼 说叫打骂 根本就不管用 不像他大哥周平安一样 是个老实孩子 不过最近周大福对周平安也犯愁了 愁的是这小子的婚事 周大福给周平安说的媳妇 原本是城里王源外的千金小姐 王月如 本来两家都定好成亲的日子了 但月如突然就不嫁给自己儿子了 这一问之下才知道 竟然是自己儿子付了人家月如小姐 这咋回事呢 原来月如有个好姐妹 叫张春月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 他们两个就是好闺蜜了 一次三人在外出游玩的时候 回来得太晚 周平安把月如送到府上之后 就顺道再把春月给送回家 也是天宫不作美 这刚到春月家里 就下起了小雨 没办法 周平安只能先在春月家里避雨 等雨停之后再赶回自己家中 春月父母一看周公子来亲自送自己闺女回来 这天色也晚了 吃完饭再走吧 两人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周平安 就是这一顿饭让周平安就摊上事了 等到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和春月光溜溜的在一张床上呢 周平安是大惊失色 不知道自己怎么和春月搞在了一起 好巧不巧的是月如来找春月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月如哪能受得了这个 一气之下就让自己父亲和周平安解除婚约了 并且还让周平安要对自己闺蜜春月负责 不然就到衙门去告他 这很明显就是春月故意记引诱的周平安 月如让自己把闺蜜给卖了 还帮着他说话呢 周平安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一下子也慌了 不知道咋办 就把这个事给他老爹周大福说了 周大福一边责怪自己儿子没定力 一边找张员外商议 看此事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就算是月如不嫁给自己大儿子 嫁给自己小儿子也行啊 结果让张员外直接给对了回来说道 周大福 你想什么美事呢 谁不知道你家老二是个风流公子 实在没想到你家老大也是如此 果然都是随了你啊 生性风流 原来当时周大福给孙氏赎身的时候 就引来城里不少园外的嘲笑 周大福也没有在意别人的说法 现在张园外又提起此事 让周大福很是恼怒 就派人到春月家提亲了 自己又不是离了你闺女就娶不上儿媳妇了 春月这一下就算是攀上高知了 成了周家的大少奶奶 他们家里的条件也跟着好了起来 春月也挺给力的 转过年就给周平安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周小宝 周大福也很高兴 整天嚷嚷着让周喜乐也抓紧娶个媳妇 给自己再生个大胖孙子 这样他们老周家就算是香火旺盛了 可周喜乐这小子不听啊 整日掉了锒铛不务正业 气得周大福没有办法 不过有句老话说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周喜乐就因为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在春风楼和别人争夺一个姑娘 跟人家打了起来 这时还闹到了官府 周大福是花了不少银子 才把他给弄了出来 还赔给人家被打的一方不少银子 这才完事 此事之后 周大福意识到这个老二 自己要是再不管 以后就没救了 于是就跟全府上下交代 谁也不能私自借银子给周喜乐 如有发现 一律撵出周府 还特别给孙氏说断绝周喜乐的全部零花钱 想要钱的话 自己到铺子里干活去挣 挣着就花 挣不着的话就不花 要是赶再踏入青楼一步 发现之后就打断一条腿 这下周喜乐没招了 一向疼爱自己的母亲也帮不了自己了 这天周喜乐就找孙氏来诉苦 说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出去了 自己的那帮朋友都嫌弃自己了 想找自己母亲拿些钱财 自己好跟朋友出去喝酒 孙氏虽然疼爱自己儿子 但是他也不敢忤逆周大福的意思 这要是让老爷知道自己给了喜乐钱财 回头指不定怎么说自己呢 想到这里孙氏就开导周喜乐说道 喜乐呀 你也老大不小了 不要整天想着吃喝玩乐 也跟你大哥个学学怎么做生意 将来还要继承一部分家产呢 你看你大哥 现在儿子都有了 你小子还光想着玩呢 这怎么能行 在孙氏这里没要到钱财 还听了一番教训 周喜乐心里很是郁闷 但也不能直面顶撞自己母亲 说了声知道了就出门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周喜乐钱财的管控 周大福发现这小子为了挣钱 直到到铺子里干活了 这一发现让周大福心里很是高兴 认为自己儿子终于知道上进了 可周大福这还没高兴两天呢 周喜乐这又贪上事了 而且还是人命大事 原来这段时间春月的妹妹春花来周府 看望自己的姐姐 正好在府里小住几天 可就在今天一早 小丫鬟来叫春花吃饭的时候 发现春花衣衫不整的躺在客厅 胸口有个致命伤口 地上流了一地的血迹 这人已经没气了 赶忙大声呼喊救命 小丫鬟的喊声把众人都给引来了 春花看到自己妹妹的尸体 失声痛哭 周平安赶忙让下人去报案去了 周大福见状也冷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过一会的功夫 县老爷刘大人就带着武作和捕快到了案发现场 经过武作的一番探查 推断春花的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虚实左右 武作这么一说 春月就激动起来 赶忙质问周喜乐 自己妹妹是不是她杀的 周喜乐一听也猛了 自己大嫂怎么会质问自己呢 春月就悲愤地说道 昨天晚上虚实左右 我就发现你在春花门口鬼鬼祟祟的 肯定是你小子色心幼气 公共断了你钱财 你不能去外面潇洒 就找上春花了 周大孙听后 也是历声质问周喜乐 这是是不是她做的 如果不是 为啥半夜在春花房间外鬼鬼祟祟的转悠 周喜乐听后大呼自己冤枉 说自己这段时间让周大福管控的厉害 府里的下人 没一个敢借钱给自己 正好这两天春花在这里看自己大嫂 周喜乐心想 春花不算是周府的人 自己找他借钱应该没事 就到了春花的房间想去借钱的 但又一想到周大福说 自己要是再去青楼那种地方 就打断自己的腿 吓得周喜乐又打消了找春花借钱的念头 自己也没有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刘大人勘察了一番之后 就把周喜乐给带走了 因为这小子确实是个好色之徒 上次就是在青楼和人争夺一个姑娘 叫人把那个小伙子给打了 最后是赔了人家不少银子 才完事 现在又在被害人的屋外瞎转悠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就把周喜乐给带走审问去了 这下孙氏就急了 让周大福赶紧想办法救救自己儿子 家里出了这种事情 周大福也很头大 只好找到大人给他塞银子 想让他对自己儿子网开一面 可毕竟是人命关天的案子 不是那种打架斗殴的小案件 这牵扯到自己政绩的事情 周大福这回拿银子也不好使了 刘大人就让周大福回家等消息 自己查明了案件之后 会给他一个交代的 周大福也没办法 只好拿着银子郁闷地回去了 自从周喜乐被关入大牢之后 周大福家里就接二连三的出事 先是第二天自己府里 少了一些名贵的珠宝 接着没几天的时间 自己大儿子周平安也病倒了 接二连三的事情 搞得周大福的头都大了 这转眼半个月就过去了 春花的案件依然是没有什么进展 周喜乐自从被关入牢房之后 让刘大人审问过两次 然后就不再管自己了 现在周喜乐是悔不当初啊 这牢房里光线差 条件差 关键是吃的也不好 让一向吃惯美味佳肴的周喜乐 是难以下咽 半个月的功夫瘦下来十来斤 整个人看起来没一点的精神 要不是自己名声在外 自己大嫂也不会怀疑自己 自己也不会被关入这牢房里 周大福也经常来催促刘大人 问着凶手和小偷找到有没有找到 可当时也没有监控什么的 凶手犯案之后就逃走了 想找到凶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刘大人让周大福不要着急 自己抓住凶手之后 第一时间派人通知他 周大福也是无奈 只能焦急的在家等消息 刘大人让周大福催的也很着急 可一时间抓不住凶手 他没有什么好办法 再说了 整个县城这么多事 自己也不能光查你家的案子 别人家的事也得管啊 就这么一拖拉 大半年都过去了 这段时间里 周喜乐在牢房里除了忏悔就是忏悔 恨自己当初不争气 才有了今日的牢狱之灾 周喜乐在牢房里不好过 外面的周家现在也不好过 本来这生意周大福都交给大儿子周平安管了 谁知道半年前自己儿子就病倒了 虽说看了不少的郎中 但现在依然没有见好的迹象 只能在家静养了 这生意上的担子又落到周大福的身上了 这天城里的赵元外娶儿媳妇 周大福作为赵元外的好朋友 当然是在被邀请之列 周大福背了一份厚礼 就去了赵元外家了 到了之后 受到了赵元外的热情招待 等宾客散尽 新郎新娘也入了洞房 周大福也准备回去 赵元外拉着周大福的手说道 周大哥 今天我高兴 刚才太忙了 没空照顾 咱们兄弟两个再喝几杯 周大福听后就留下来了 最近家里出的这一摊子是 让周大福感到身心疲惫 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地放松一下 两人是推杯换盏喝了不少 不过他们都是经常在酒桌上混的人 这酒量也当然也就不小 就当两人准备再打开一坛子好久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新房里传来新娘子的一声尖叫 来人呢 抓小偷 周大福和赵元外听后 赶忙招呼了家中的伙计朝着新房跑去 等到了之后 本来应该只有两人的新房 现在又多出了一个男人 赵元外赶忙吩咐 伙计把这男人给绑了送官了 你想啊 这都大晚上的了 刘大人也休息了 大半夜的让人给弄起来审案子 这心情肯定恼火 本想让人压入大牢明日在审理的 但这赵元外和知府大人可是又表亲关系的 自己也不能怠慢 连夜升堂审案 就见这堂下跪着一个精瘦的男子 长得是贼眉鼠眼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经过审理 得知这小偷名叫马三 看到城里赵元外家今天办喜事 马三就想去偷些东西 这小子混着来往的宾客 趁大伙不注意 就偷偷地溜到新房里去了 然后就藏到了床底下 他本想着等着一对新人折腾累了 自己在偷些值钱的东西的 可让马三没想到的是 这一对小年轻实在是太能折腾了 两三个时辰都没有完事 马三趴在床底下是一动也不敢动 累得实在是不行了 稍微动了一下腿 谁知道这新娘子也太机灵了 立马就给新郎说 这床下有人 新郎本以为是他不靠谱的朋友闹洞房呢 谁知道把马三从床底下弄出来一看 两人谁也不认识 新娘子这才大喊抓小偷的 然后马三就让赵元外带人给扭送到衙门了 周大福也想询问一下自己儿子的案件进展如何 就跟着赵元外一块来了 审完案子 这马三就是小偷一个 刘大人就让不快把马三给带入大牢关起来 自己也准备回去睡觉了 可就在这时候 周大福大喝一声 慢着 然后是快步地走到马三跟前 在他腰间摘下一个玉坠问道 马三这玉坠那里来的 这是我府中的玉坠 怎么会在你的身上 刘大人一听 这马三还是个贯偷啊 于是就一拍荆堂木喝道 马三赶快从事招来 周元外府里的玉坠 怎么会在你身上 你是何时偷盗的 马三一看自己 这也太倒霉了 本来就是一件偷盗案件 现在好了 之前犯的事 竟然让人给看出来了 不过这玉坠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 怎么就能证明是他们周府的呢 马三就死不承认 刘大人本来解决掉赵元外的案子 就想去接着睡的 现在竟然让周大福 又发现了意外情况 心里对马三很是恼怒 见他还在狡辩 立马让不快给了二十大板 让马三想清楚再说 不快心里对马三也有气 这家伙害得我们大伙都不能睡 肯定要好好招呼一下 出出心中的恶气 这一顿板子下来 虽然是二十下 但力道十足 打得马三鬼哭狼嚎 不到二十下就全招了 说这个玉坠是半年之前 在周府里偷盗的 当时自己感觉这玉坠样是漂亮 而且上面还没有什么标记 就带着自己身上了 没想到让周大福给认出来了 周大福听马三说完 激动地说道 大人 马三说的日子 就是春花死在我府里的日子 而且时间上也对得上 刘大人听后感觉也是 就询问马三有没有杀害春花 马三听后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说自己只偷了一些东西 没有杀人 不过说这话的时候 马三眼神闪躲 神色慌张 一看就没有说实话 刘大人见状就吩咐不快 再给马三二十大板 让他好好想想 马三一听 吓得贪软在地说道 大人别打了 我说 那女子是我杀的 我本来就只想偷些钱财的 不过等我溜进房间之后 发现躺在床上的女子漂亮 就心生歹念 想行不轨之事 没想到那女子誓死不从 还要叫人 无奈之下 我只能将她杀害 偷了东西逃之夭夭 周大福听后激动地说道 大人 这都是马三做的 我儿子没有杀人呢 还请大人释放我儿子周喜乐呀 刘大人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偷盗案子 竟然还牵扯出了一桩人命案子 就让不快把周喜乐给放了出来 跟着周大福回家了 在路上周大福是非常激动 把这半年来家里的事情跟周喜乐大体说了一遍 还让周喜乐回去之后 好好地梳洗一番 到明天给大伙一个惊喜 到了第二天 等周喜乐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大伙都愣住了 尤其是孙氏 哭得都快成累人了 周大福就把昨天晚上的事给大伙说了一遍 听到周喜乐不是杀人凶手 大伙都高兴坏了 知道自己大哥病了挺长时间了 周喜乐就去看自己大哥去了 等出来之后 周喜乐就对周大福说自己要跟着学做生意 周大福心中大喜 没想到在牢房里待了半年 自己儿子还转性了 这让周大福非常高兴 这天春月去庙里上香 祈求自己丈夫早日康复 没一会的功夫寺庙的外面就来了不少补快 过了半炷香的功夫 春月和一个男子就让补快从寺庙里给带了出来 大堂上春月就询问自己所犯何事 为啥要抓自己 周大福是气愤地说道 为什么要抓你 要不是喜乐告诉我 我还不信呢 没想到你这个贱女人还真的勾结外人 想谋害我儿子的性命 原来周喜乐在牢房里的半年 接触到了不少犯罪的人 他们犯罪的手法也让周喜乐大开眼界 等回到府里 见到自己生病的大哥 周喜乐就发现自己大哥的状况 和牢房里一个罪犯所说过人中毒的状况是一样的 就询问了周平安是谁一直给他熬药 周平安就说是他春月大嫂一直照顾自己 周喜乐当时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就把自己的疑惑在铺子里告诉了周大福 周大福本就对春月用下作手段嫁到他们 周家心里不满 要不是他给周家生了个大胖小子 周大福早就想让周平安休了春月了 现在听自己儿子一说 立马就派人暗中监视春月 直到这次春月到寺庙上香 在一个房间里见了一个男子 周大福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报官把他们两个给抓了的 经过审问 原来周平安整日忙着铺子的生意 对春月关心不够 春月又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主 在一次听戏的时候 和一个名叫邓七的戏子好上了 这个邓七红女人是一把好手 但同事她野心也不小 想通过春月霸占周家的财产 正好马三杀了春花 春月就诬陷是周喜乐杀害了自己妹妹 先把周喜乐给弄到了大牢里 然后两人又弄来一种慢性毒药 给周平安下毒 只要除去这两人 剩下周大福一个老东西 就不足为据了 春月和邓七的计划挺好 没想到让一个小偷半路给坏了好事 又让周喜乐识破了他们的阴谋 春月没有想到自己隐藏这么好的秘密 竟然让她小叔子给发现了 这就是所谓的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吧 最后春月和邓七被关入大牢房了 周平安经过解读也恢复了正常 周喜乐也痛改前非 和他大哥一起打理起家里的生意 说起这刀枪不入 咱们就会想起来小时候看的武打片 里面的武功高手武功练到大成的时候 这身体就会刀枪不入 万毒不侵 非常的厉害 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刀枪不入 并不是一个武功高手练成的 而是一个小伙子练成的 就因为有了刀枪不入这个技能 这小伙子还把要快追到手的媳妇给吓跑了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刀枪不入 这个故事发生在孙家庄里 庄子里有个名叫孙大强的小伙子 长得样貌倒是不赖 不过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娶上媳妇呢 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孙大强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有的时候吃饭都成问题 有那个姑娘愿意嫁过来就跟着他吃苦受罪的 所以孙大强到现在还担着呢 孙大强也知道自己的问题 所以干起活来是特别卖力气 忙完地里的活之后 有时间还到后山砍些干柴背到集市上去卖 就是想尽快攒下钱娶个媳妇 这天孙大强像往常一样背着干柴要去集市呢 刚走没两步 就听到一个女子大声地呼喊救命 孙大强扔下干柴赶忙朝着那女子呼喊的方向跑去 等孙大强赶到的时候 周围已经有了不少人了 喊救命的是庄子里孙二胖的媳妇香秀 香秀焦急地对大伙说道 今天一早他去庄子东头放牛 没想到那老黄牛还没吃两口草呢 一个没站稳掉到旁边的泥坑里去了 现在怎么也出不来了 所以香秀这才跑来大喊救命 想让大伙给帮帮忙 大伙听后一个人说道 庄东头的那泥坑一下雨就泥泞不堪 你家的老黄牛现进去估计是难出来了 香秀听后一下就着急地哭了 这老黄牛可是他们家最值钱的物件了 要是这老黄牛有个三长两短 等自己丈夫回来 不知道怎么收拾自己呢 孙大强见香秀一哭 就说道 咱们大伙别在这里站着了 赶快去看看能不能把老黄牛给拽出来吧 众人听后都跟着香秀去了庄东头的泥坑了 香秀也感激地看了孙大强一眼 等大伙到了之后就傻眼了 昨天夜里一场雨水过后 目测这泥坑里的淤泥不少 一头老牛正在泥坑里苦苦地挣扎呢 边上还站着一个焦急的女子 这女子是香秀的妹妹春花 见到香秀喊来了这么多人 春花也是看到了希望 不过这老牛的缰绳已经掉到泥坑里去了 众人没办法合力把老牛给拉上来 众人见状都是直摇头 一时间也没啥好办法 这时候孙大强就说想了一个主意 就是让大伙回家拿来铁锹 往泥坑里添土 然后再把老牛一点点给拉上来 没想到孙大强的办法还真不错 在大伙齐心合力的帮助下 香秀家的老黄牛终于是被拉了上来 香秀见自家的老黄牛被拉上来之后 对大伙非常感谢 尤其对感激孙大强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其实孙大强这么积极地帮香秀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因为这小子相中了香秀的妹妹春花了 不过孙大强也知道自己家里现在并不富裕 就没敢对春花表达自己爱意 所以在香秀遇到困难的时候 孙大强才会表现得这么积极 就是给香秀和春花留下个好印象 孙大强的积极表现 确实也给春花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等到傍晚的时候春花就旁敲侧击地跟她姐姐香秀打探孙大强的事情 香秀自然是明白自己妹妹对孙大强产生了好感 于是就说自己嫁到这里才半年的时间 对孙大强了解的也不是很多 就光知道她家里穷 到现在还没有说上媳妇呢 春花听后就说道 穷并不可怕 只要人勤劳能干就行 我看她挺聪明的 以后定然能够富裕起来的 香秀一看自己妹妹是让孙大强给迷住了 说道 聪明和脾气性格没啥关系 你要是真相中了她 咱们就得考验一下 这小子是个啥脾气 别到时候跟你姐夫一样是个暴脾气就坏了 原来香秀的丈夫孙二胖 就是因为自己的暴脾气 这会正在衙门的大牢里待着呢 孙二胖为啥会被关入大牢里呢 就是因为上次她在街上 搀扶了一个摔倒的老头 这一幕正好让这老头的儿子的给撞见了 非说自己老爹是让孙二胖给撞倒的 非让孙二胖赔钱不可 孙二胖的暴脾气怎么会惯着那小子呢 上去就去帮帮两拳 把那小子的门牙都给揍掉了两个 本来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等那老头解释清楚就行了 可还没等自己说话呢 这小子就把自己儿子的牙给打掉了 这一下就从个恩人成仇人了 老头也不愿意孙二胖了 本来孙二胖是要被关上半年的 好在那老头最终过意不去 到衙门给县老爷说明情况 这才让县老爷给减刑到三个月 让孙二胖在大牢里好好学学 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 有了自己丈夫的教训 香秀就让不想让自己妹妹走自己老路 想让找个脾气好些的男子 要是真的中意了孙大强 咱们就在考验他一番 看看这小子脾气和人品到底怎么样 到了第二天 香秀就找到了孙大强说道 大强啊 昨天是多亏你了 我家的老牛才被大火给救了上来 不过昨天大火往那泥坑里埋的土 都是就近从我家地里挖的 这一下给挖出了一个大坑啊 等我家那口子回来 我也没办法给他交代 这主意是你出的 你再把泥坑里能用的好土 再给拉到我家地里 把昨天挖的坑再给填上吧 孙大强一听 心里顿时就有了气了 心想要不是昨天自己出主意 你那老黄牛到今天也不一定能弄出来 现在牛出来了 想要过河拆桥了 不过为了春花 孙大强还是强忍着心中的不快说道 嫂子 虽然主意是我出的 但大火都动手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拉的拉到什么时候 你不如把大火叫上 我们一起去 用不了多大会就能拉完的 香秀听后 不耐烦地说道 主意是你出的 关大火什么事啊 就得你去拉 你要不去 等我家那口子出来 让他找你算账 孙大强一看香秀 这么不讲道理 也很是无语 这是要是孙二胖出来之后 就麻烦了 那家伙的暴脾气 整个庄子都是出名的 自己可不想让他 给打掉两颗大门牙 只好自认倒霉 去泥坑里把土给香秀 又拉到他家地里 幸好在干活的时候 春花实在是看不过去 自己姐姐如此试探孙大强 就去给他帮忙 俗话说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本来要一天能干完的活 孙大强差不多一上午就给干完了 而且通过和春花的交谈 孙大强感觉春花这姑娘是个贤惠顾家的女子 这次是因为自己姐夫被关入大牢 他怕姐姐寂寞 才来陪她的 孙大强心想 这么善解人意的姑娘 要是娶到家里自己就有福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 香秀对春花说 对孙大强提起这一方面的考验 勉强算是合格了 下面会该考验 她的人品了 孙大强并不知道把泥坑里的土再填回香秀家地里 是香秀对自己脾气的考验 只认为香秀的是个不讲理的女子 春花还是不错的 可让孙大强不知道的是 香秀已经想着怎么考验孙大强的人品了 这天香秀又着急忙慌地找到孙大强 说自己家地里的秧苗都快被渴死了 想让孙大强帮自己去地里浇水 主要是自己一个弱女子 也没有多少力气 听说到的明天上游就把水给截断了 到时候没水 自己地里秧苗估计都得被渴死 要是自己当家的出来后 知道这地里的秧苗都渴死了 肯定会打死我的 经过上次的事件 孙大强认为香秀是个不讲理的女子 本不想去帮忙的 但一想到春花可能会给自己帮忙 就极不情愿地答应了 可到了地里之后 春花并没不在 一打听才知道春花回去了 孙大强本不愿意前来帮忙 现在春花也不在 这下就不愿意干活了 但自己都已经跟着香秀到了地里了 没办法 孙大强只能硬着头皮给香秀干了一天的活 等干完活都已经是傍晚了 孙大强帮着香秀把工具给拿回家里 然后就要回家 香秀健壮刚忙笑着说道 大强都干了一天的活了 又累又饿的 你别着急走了 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 让香秀的这么一说 孙大强的肚子还真就饿得叫了起来 想着自己回家也没啥吃的 就在香秀这里蹭上一顿饭 就全当是自己的报酬了 这么一会的功夫 香秀就做了几个小菜端了出来 然后又拿出一坛子酒给孙大强倒上 这一顿饭吃的孙大强很是满足 心想自己以后取了春花 也能享受这种饭来张口的日子 心里不由的就乐了 酒足饭饱之后 孙大强就要回家 这时候香秀已经换了一身衣服出来说道 大强 今天你帮了我这儿一个大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今天晚上你就不要走了 孙大强一看都迷糊了 香秀长得本来就不错 现在又换了一件好看的衣服 显得更加妩媚动人了 再加上香秀说的挑逗的话 心里顿时就心缘一马起来 可以想到之前自己帮香秀就他家老黄牛的事 孙大强心里就打了一个冷战 瞬间就清醒了 这娘们可不是傻好人 自己还是赶紧回家为好 想到这里孙大强赶忙起身说道 谢过嫂子的饭菜招待 我还是先回去了 说完头也不回的就跑了 这时候春花从里屋拿着一个棍子走了出来 原来春花并没有走 而是一直在家里等着两人回来 手里拿着棍子也是为了防止孙大强对自己姐姐做出什么不轨的事情 原来的这一切都是香秀想出来的主意 就是来考验一下这孙大强的人品怎么样 看到春花从里屋拿着棍子出来 香秀就说道 孙大强这小子还不错 脾气和睦 人品也行 还勤劳能干 是个托付终生的男子 春花听后是非常高兴 就想让自己姐姐去点拨一下孙大强说明一下自己的心意 可香秀却说道 傻丫头这成亲以后过生活光脾气好 人品好还不行 最关键的是还得有钱 这生活就是柴你油盐醋 没钱的话 这东西怎么来呀 我早就听说孙大强那小子家里穷了 今天我去他家里找他帮忙 特意地看了一下他家的情况 他家里确实穷啊 你要嫁给孙大强的话 咱父母最起码得给他要十两银子的彩礼 别说十两银子了 我看那小子估计连一两亿银子都拿不出来 要是他有钱的话 就孙大强的模样 估计也早就成家了 春花听后就着急地说道 姐 这可咋办呢 香秀听后就说道 这个让我好好地想想 到了第二天 香秀就在集市上碰到了卖干柴的孙大强了 于是他就询问孙大强 这卖干柴能挣多少银子 孙大强一件是香秀 顿时就想到了昨天傍晚的事情 顿时脸色一红 不过随即又想到了之前老黄牛的事情 心想这娘们坏得很 打听我挣多少钱 莫不是想给我昨天晚上的饭钱 想到这里孙大强就说道 嫂子 这一天下来挣不了几个钱 意思就是说自己是个穷鬼 不要想着从自己的这里 抠一个铜板 要不是看在你是春花姐姐的份上 都懒得搭理你 谁知道香秀听后就说道 大强啊 你可得努力了 现在的娶个媳妇 可要不少彩礼呢 我当时嫁过来的时候 二胖家里就出了十两银子的彩礼的 说完春秀就走了 等春秀走后 孙大强就明白过来了 既然娶香秀都要十两银子的彩礼 那春花这边指定 也是少不了十两银子了 自己拼死拼活这两年 才攒了八两银子 还差二两呢 看来自己得抓点紧了 不然春花就让别人给抢走了 原来自春花到了他们庄里之后 立马就吸引了不少单身小伙的注意 有几个忍不住的 已经让媒婆到春花家里去提亲了 好在这婚事没有谈拢 听说庄子里的孙前诚过两天 也要去春花家里提亲 这孙前诚家里生活富裕 小伙子长得也不错 万一春花的父母要是相中了 自己不就完了吗 所以孙大强就想赶快挣到了二两银子 过了两天 庄子里就传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说孙大强练成了刀枪不入的功夫 还帮着城里的王源外就回了他的儿子 春花一听是高兴坏了 孙大强帮着王源外就回了他儿子 王源外肯定会感谢他的 一高兴肯定赏他百八十银子 也都是小事一桩 就忙让自己姐姐去问问孙大强啥时候 到自己的家里提亲 原来上次春花和孙大强一块干活拉土的时候 两人已经表明了心意 只不过孙大强因为没钱 怕春花父母不同意 这才没敢去他家里提亲 现在的孙大强既然救了王源外的儿子 王源外指定的好好感谢他的 说不定就赏了孙大强一些银子 可这小子现在有了银子怎么没有来自己家里提亲呢 难道是对自己妹妹变心了 于是香秀决定去找孙大强问个明白了 春花也想知道孙大强为啥不来自己家里提亲 就跟着香秀一块去找孙大强了 见面之后 香秀就说道 哟 孙大强听说你现在都会了刀枪不入的功夫了 平日里没看出来啊 还救了王源外的儿子 王源外定然是赏了你不少银子吧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知道你喜欢我妹子 我妹子也喜欢你 之前是因为没钱不敢到我家里去提亲 现在为啥有钱了也不到我家里去提亲 难道是你有钱之后又相中别的女子了 孙大强赶忙解释说道 自己那会什么刀枪不入的功夫 也是误打误撞救了王源外的儿子 王源外并没有给自己赏钱 然后他就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他庄子里有个在王源外府上干活的下人叫孙茂财的 那天看到孙大强在集市上卖干柴 想着都是一个庄子里的 能帮一点是一点 就买了孙大强的干柴 让他给送到王源外的府上 放到了厨房里 孙大强放下干柴之后 到了晚上他又偷偷的翻墙进了王源外的府上 原来今天在放干柴的时候 孙大强发现这王源外的府上有不少废弃的小铁锅被压成了铁片扔在了厨房的一角 孙茂财说这些全是府上用废的铁锅 没地方放就砸扁了仍在这里了 孙大强深夜翻墙来王府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没用的铁锅片 他得到消息说庄子里的孙前程过两天就去春花家里提亲 到时候自己没有凑够十两银子的话 估计春花就得嫁给别人了 所以他这才铤而走险 去王源外家偷东西的 等孙大强把几个铁片拿好之后 就想溜走 可就在他准备爬墙再翻出去的时候 看到墙根下还有两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也是正准备爬墙呢 而且这两人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匕首 其中一个男子手里还抱着一个昏迷的小男孩 一看就是劫匪打劫的 那两个男子这时候也注意到了孙大强 看孙大强鬼鬼祟祟的模样 就知道这家伙不是王府的人 于是一个胖子就说道 兄弟 看你也是道上的人 既然撞见我们了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这小子是王源外的儿子 我们兄弟两个就是劫持人质弄些钱财 见着有份你不如加入我们 咱们一起发财 孙大强只想弄些小钱 怎么敢干这种事情呢 于是小声地说道 两位大哥 你们就当我没有来过 我也当没有见过你们 就放我走吧 另一个瘦子说道 哼 你小子已经看到我们兄弟的脸 要不就加入我们 要不就死 孙大强可不想参与这种绑架案 立马扭头就想跑 可那两个黑衣男子动作灵敏 一下就拦住了孙大强的去路 见孙大强不跟自己合伙 日后怕他供出自己的样貌 顿时就下了狠手了 说时迟难时快 只见那胖子的匕首一下子就刺到孙大强的胸口 吓得孙大强闭上了眼睛 只听当了一声 那胖子的匕首接成了两半了 那胖子吓得赶忙退到了一边 瘦子健壮 直说胖子没用 看自己把这小子给解决掉 然后举着匕首就朝着孙大强的下腹 刺了过去 就听当了一声 那瘦子的匕首也断成了两半 再看孙大强屁是没有 两人见状是吓坏了 以为孙大强是王源外请来的爵士高手 已经练成了刀枪不入的本事 刚才的举动就是逗两人玩呢 像这种高手 碾死他们两个就跟碾死两只小蚂蚁没啥区别 两人赶忙给孙大强磕头赔罪 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高人 还望高人绕他们两个一命 他们这边一闹腾 就惊动了王府的护院 就把几人带到王源外面前了 一番盘问之后 王源外弄清了事情原委 两个歹徒押走宋官了 至于孙大强能够刀枪不入 就是把偷来的铁片绑在身上了 这才唬住了两个劫匪 虽然孙大强是来偷自己家东西的 但误打误撞还救了自己儿子 王源外就没有报官 也没让给孙大强什么奖赏 让他以后好好做人 就把他给放走了 自己会什么刀枪不入的功夫 就是孙茂才传出来的 他不知道具体情况 听王府下人说的以讹传讹 香秀听后 也算是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拉着自己妹妹就走了 没过多久 孙大强就成亲了 这姑娘是不是春花呢 词花了